6日早上香港科技大学举行毕业典礼 有科大学生将多条我要真普选大型条幅悬挂在会场内 另有多位毕业生举起黄伞 还有学生撑黄伞走上典礼台 11月6日凌晨 望角集会现场爆发冲突 有蓝丝带成员不断对戴V怪课面具的集会人士 进行言语及动作挑衅 双方发生争执 港警在分隔双方过程中 过分使用武力打伤两名参与集会者 引发人群不满 警员迟钝推撞人群 让前排十多位市民跌倒 并向他们喷射胡椒喷雾 其中一名男青年被警员拳打脚踢 致头部受伤送医 中共十八大以来 江派高官纷纷落马 迹象显示 江派五名省级高官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 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 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 黑龙江省委书记王宪奎 深圳市委书记王荣霍即将落马 他们均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 11月4号晚上 广东省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校的 数百名学生 集体抗议校方将食堂 小麦布承包给亲戚 价钱贵品质差 以及宿舍用电不安全等问题 大批警察到校抓走数十名学生 目前学生已经获释 食堂虽然降价 但品质卫生仍未改善 新唐尔泰电视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